电影 老爸现在在吃饭 从早上四点多钟 到现在已经下午四点多钟了 他带了好东西回来 给大家看一下 你觉得在这吃哪儿小姜 啊 我去干嘛呢 哈哈哈 带了这么多脸盆 后面还有偶章 在这里好多偶章 这里还折出来了 准备放进冰箱 这个像这样的特别嫩 香香 嗯 有的吃了吧 再这么多 嗯 脸盆还是新鲜的好吃 嗯 是准备剥了炒还是什么 是啊 先吃了再说呀 哈哈哈 每次老爸再回来都吃上好几个 趁新鲜的 一定要趁新鲜的吃 老爸知道我们过来 你要回去了 搞这么多脸盆 你让我们多带你回去吧 那就是脸盆不好带呀 不好保鲜啊 你又没什么好办吧 至少在路上吃是好的不 来跟我挑一个嫩的 我来挑 我买一样 啊这个可以 刚摘回来的这个脸盆啊 它吃到嘴巴里面 清甜 然后很舒服的感觉 比如说这个脸盆破了一晚上没吃啊 第二个人吃的时候就不用甜了啊 嗯 新鲜味就没有了 像这样脸盆特别好吃 哪个人吃脸盆啊 吃脸盆 谁都喜欢吃嫩的 嗯 这一下子我们吃不完的 哈哈哈 好多 吃不完晚上可以炒一点伤 嗯 今天晚上又有酱 我上次了啊 真的 妈妈一定给你酱了 哎呀 速度好快哦 这个脸盆还是要现吃啊 现吃比较好吃 要不然的话 病胃了就不好吃了 就浪费了 我们现在折一点 放到冰箱里面去 像这个都是野生的脸盆 野生的脸盆 它比这个家养的脸盆 柚子要小一点的 就剥出来的米 又长又细 这些脸盆摘回来 反正老的也有 嫩的也有 老的有老的吃法 嫩的有嫩的吃法 老的到时候晒干了呀 炒的是 嫩的可以直接生吃 或者是加点辣椒啊 一炒啊 也是蛮好吃的 嗯 爸爸今天一下蘸了这么多 我们就分出来一点 放在那个冰箱里面 到时候回家的路上 就不切零食吃了 这个是 湖北小孩最爱的零食 小莲蓬 你吃不吃香香 嗯 西洋 过了一个 杨洋 来了 哎呀 哎呀 你们这脸盆都不救 偷偷偷吃什么 来 先想最爽吧 一下 一下就一把 就喜欢这种感觉 我超级 哇 过不过瘾 过不 到时候我们就带几个 放到那个路上吃 好不好 好 还有这么多 自己蹲下来吃 来 来 给我工作 这么多脸盆到时候还给妹妹打电话 让她过来拿一点 佳蓬你又会这样玩啊 想不想 虾 一口吃啊 那么好吃啊 好 好 谢谢大家